俄罗斯修改核武器使用条件 这一举动会给世界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个月的26号那天 就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华盛队贩卖自己的胜利计划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轻描淡写地向外界宣布了一条消息 俄罗斯将修改核武器使用条件 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 大多数国家都有些初步激发 但细思起来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普京说所有的更新都是经过深思疏虑的 和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威胁和风险相衬 这句话似从相识 早在今年的6月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关于华盛顿 使用核武器条件的新指导方针 在当时白宫顾问表示 因为美国面临新的威胁 华盛顿将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战略 那么问题来了 俄罗斯和美国面临的新威胁是什么呢 根据普京透露的细节 这次修改内容主要包括 俄罗斯本土遭受大规模导弹袭击 以及大量无人机穿越俄罗斯边境时 俄罗斯将考虑是否动用核武器来回击 俄罗斯的威胁是什么呢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乌克兰首例的远程攻击武器 大家都知道为了武装乌克兰 美国极其盟友先后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美军战术导弹 风暴阴影在内的北约主流远程武器 在双方的交战过程中 乌克兰借助这些武器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但由于美西方的限制 乌克兰只能用这些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俄军 但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但事情在最近出现了变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在访问基辅时 提及了美国有意解除乌克兰远程武器禁令 让乌克兰拥有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 这也是这次泽连斯基访美的目的之一 这件事情直接触及了俄罗斯的底线 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乌克兰会用这些远程武器威胁俄罗斯的核电站 以及平民目标 毕竟乌克兰军队内部新纳粹主义盛行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丧心病狂的新纳粹分子 早在开战之初就被曝光屠杀过平民 而台独也有搞纳粹的 这些台独分子曾经扬言袭击三峡大霸 所以你根本不用怀疑 乌克兰一旦拥有了打击俄罗斯纵身的能力 几个靠近乌克兰的核电站必然是投号目标 所以给乌克兰远程武器解禁 既是普京的底线也是俄军的底线 更是所有俄罗斯人的底线 为此修改俄罗斯核武器使用条件 无可厚非 但客观来讲 这件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的疲软 一是缺乏有效抵御大规模导弹 和无人机袭击的手段 二是无意支撑更大规模的冲突 只能通过挥舞核大棒来保证自己的本土 不被威胁 说到底出现入侵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如果不是西方率先破坏了游戏规则 俄罗斯也不至于摆出一副 西方改动就直接掀桌子的姿态 如今俄罗斯的核武器 如同达姆克斯指剑 悬在欧洲国家头上 有可能随时会掉下来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